Hello大家好,我是妖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名侦探科男第657集和第658集法庭的对决 非英里接手了一个案子 他将为一个被指控杀人的嫌疑犯做无罪辩护 私者不动产会设社长十元被人杀害 是在自己家里 进入过案发现场的嫌疑人严松俊夫很快被抓获 他被检方指控谋杀 但严松坚持人不是他杀的 他当时进去只是为偷东西而已 但是严松身上沾了血 并且现场还留有他的毛发和脚印 种种迹象表明他有很大的嫌疑 尽管他已经和警察解释过了 但最后警察还是让他签向了认罪书 此外从严松对死者的称呼中 似乎和死者有着不为人质的联系 然而不管非英里如何追问 严松却咬定自己不认识十元 非英里对他动之一情小之一礼 严松却开始发脾气 顾左右而言他 很快第一次公开庭审开始了 柯南因为小林老去到庭审现场 而小林也和毛利一起出现 虽然毛利嘴硬是来看检察官九条林子 但很显然这次的案子 检方掌握的证据充分 对非英里相当不利 毛利会担心也很正常 庭审开始 九条检察官宋卒起诉书 主要内容是被告严松为了刑浅 打破不动产会设社长十元家书房窗户闯入十元家中 被十元发现后两人发生争执 严松用随身携带的刀具杀死了十元 最后警方在附近发现了严松 他身上还沾着被害人的血迹 经过调查后 严松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因此检方以杀人罪起诉严松 在这份起诉书当中 非英里指出 检察官提到的凶器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法官判定这一条不合理 凶器这一条被删除 起诉书送读完毕 法官问严松是否认罪 不出意料 严松坚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他没有杀人 接下来就进入证据调阶段 陪审团需要通过检方提供证据进行判断 首先是案发现场的照片 被害人已写照片的 普通人很少会接触到这样血腥的场景 不少陪审员都露出不适的表情 法官特意提醒 作为陪审员 必须要看清楚事实真相 做好判断 被害人被刺伤腹部 因是血过多造成死亡 凶器被认为是锋利的刀人 推测刀长是15公分左右 然后是听取证人证词阶段 出席的证人是被害人的家政妇 袁信慧 他在被害人家中工作5年了 案发当时他正在二楼打扫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响动 但因为死者说打了高尔夫球后 吃完饭再回来 就没放在心上 然而打扫完房间下楼 却发现窗户坏了一块 而石垣已经倒在地上 地板上全是血 检方问讯结束 轮到飞音里询问证人 他向袁信慧确认 当时袁信慧下楼的时候 是否看到了嫌疑人严松 袁信慧说没有 他是看到了血泡里的被害人 飞音里特意向陪圣团说明 这个证人只能是案发现场第一发现人 而不是像九条检察官说的那样 可以证明嫌疑人严松是杀害被害人的凶手 下一位证人是被害人石垣已步太太的弟弟 总也 他在被害人公司里担任专务职位 总也因为公司有急事 需要被害人做出决策 他赶到石垣家中 却听到家政妇的尖叫 进去之后发现石垣被人袭击 总也立刻上请检查 却发现石垣流了一地的血 连忙让家政服教救护车 接下来是陪审团提问时间 一位陪审员提出 凶器至今也没有找到 是嫌疑人把凶器带走了吗 九条检察官回答 检方是这样推测的 警方以逃亡路线为中心进行搜索 但没有结果 背影里提出异议 严松是在案发后20分钟内就被紧急逮捕归案 从案发现场的石垣家到被逮捕的地点 全力奔跑最少也需要15分钟 被告必须跑到警察搜索范围以外丢弃物器 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严松应该没有足够时间丢弃凶器后逃跑 然后检察官向陪审团展示了犯罪现场 寄死者输房的情况 这时小林老师发现 死者家里的一幅画挂到了 九条检察官声明 检方并没有移动过那幅画 费英里也立刻表示 被告方对这幅画也没有印象 小林老师也说不清这幅画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就此略过 庭审继续 到庭审结束时 原被告双方平分秋色 费英里没有足够证据 证明严松不是凶手 而检方的证据类也不够完备 但柯南对那幅画始终很在意 毛利提议去现场看一看 结果九条领先一步 他为了准备下次的庭审 带人来现场确认几个细节 小林从网上找到那幅画 发现案发现场的画果然挂翻了 按理说 画的主人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那谁把这幅画挂翻了 就值得商榷了 柯南的画起发九条 他立刻让人把画取下来 画的背面有血迹 但死者是被人用刀刺死的 画怎么会这样写呢 柯南推测 是不是有人用沾血的手判了这幅画呢 接下来九条把画框拆开 发现了夹层里的借据和票据 其中一张借据是阎松的 他向十元借了三百万元 有了这份借据 阎松的杀人动机就更加充分了 这对于检方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对于费英里那边来说却相当不利 毛利感慨说 川文不动产会社社长除了公司外 还经营着地下金融的暴力业务 这竟然都是真的 但九条问世的七弟总也 总也却是摇头说自己不知道 九条让下属去问明情况 小赖赶紧给费英里打电话 柯南问毛利 如果说话是阎松挂反的 他为什么不把借据拿走呢 反而留下这样关键的证据 毛利说可能是阎松想拆话 看里面的东西时 拼到家政府下楼了 顾不得那么多的夺路而跑 但是话都拿下来了 干嘛还挂回去 全带走不就行了 这么多问题 毛利很不耐烦 他朝柯南吼 嫌疑犯那时候杀人脑子冲险 哪里想得了那么多 能跑掉就不错了 这样一说好像也勉勉强强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呢 话后面藏那么重要的结局 应该是绝对机密的事 凶手又怎么会知道呢 柯南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突然注意到旁边的装饰架上 有个花瓶垫子 垫子中间一圈白色 周围有太阳晒出来的痕迹 但垫子上却没有花瓶 家政府原姓会回答 那是石渊夫人用过的花瓶 夫人过世后 石渊就把花瓶处理掉了 但是远姓会说这话的时候 似乎隐藏着什么 柯南故意说 他以为是凶手和石渊争战的时候 把花瓶打碎了 这一条九条立刻给出回答 收集证据的时候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花瓶的碎片 这时候家政府找了个借口 匆匆离开 人情有点慌 柯南直觉有隐情 接着飞银里也过来了 九条说他会在下次开庭的时候 会将借举作为有利证据提交 毛利也认为做无罪辩护太冒险了 劝飞银里撤销无罪主张 便能到时候输了案子丢脸 就是劝你的语气有点欠 理所当然的 飞银里不喜欢他对自己的案子指手划脚 所以这对夫妻真的是 飞银里去看守所 问严松到底是怎么回事 严松说他的确找了石渊借钱 然而钱才到手 拿去担保店就要被抢走了 所以他才回去石渊家偷借据 但这种事情说出来 会让人觉得案子就是他做的 所以他选择了隐瞒 但他也的确确没有碰过那幅画 都是到现在才知道 画里竟然藏着他的戒举 临走前 飞银里问严松 有没有注意到书房里的花瓶 严松想起来 当时他看到石渊尸体的时候 不小心摔在地上 有个瓶子砸了下来 说起来 房间里的确有个花瓶 柯南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 就在于挂反的画和消失的花瓶 他放学后就去了飞银里的办公室 飞银里告诉他 书房里的确有个花瓶 花瓶原本就放在装饰架上 掉下来之后就滚到门边了 小兰却不明白 这个花瓶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柯南解释 花瓶的消失表明 这里面可能有不知道的证据 也被拿走了 这时候九条汤打来电话 警方已经发现了凶器 在一个公园湖里的排水口发现的 经过鉴定 确认这就是凶手行凶的时候 使用的凶器 虽然飞银里很感谢九条 特意把这点告诉他 但那个公园距离凶手出道路选 实在有点远 但九条表示 犯罪时间比检方预想的要早15分钟 这样一来 严松就有足够时间丢到凶器 而且同一时间 有人在实验家附近 看到了一个很像严松的人 眼下情势对飞银里这边相当不利 小兰和助手都很担心 但银里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他表示 既然答应了严松的委托 就会尽全力为他辩护 柯南拜托超线侦探团 去找家政府原信惠套话 借他们的口 告诉他凶手另有其人 而且凶手是为了偷高架花瓶 才闯进实验家的 原信惠下意识反驳他们 但才开口说了花瓶两个字 就意识到自己说漏嘴 强行把人打翻了 三人家原信惠的话告知柯南 柯南确信 偷走花瓶的人 会乖乖将花瓶送回去 入夜一道人影 偷偷进入实验家 证实原信惠 他抱着花瓶 反而将花瓶还回去 不料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下的圈套 就等他上钩 柯南和毛里早就埋伏在书房 抓了个现行 第二次攻势很快来到 九条家发现这条凶器 一并提交给陪审员 这样博弈的指控 让严松情绪非常激动 他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两个法警都按不住他 等严松情绪稳定后 飞行李要求重新传唤证人 原信惠 原信惠讲述了 这个花瓶失踪的始末 在案发前 这个花瓶一直摆在书房里 原信惠在去二楼打扫前 先打扫了书房 那时候他还擦过花瓶 而案发后的隔天 原信惠去工作时 却发现实验家被封锁了 正打算回去时 在门口的垃圾回收处 发现了花瓶 他就把花瓶拿回家了 虽然是以为实验夫人保管的名义 接下来飞行李提出 请毛里作为新的证人 来解释花瓶对案子的作用 上场前 柯南抓紧时间在毛里身上 粘好发生气 结果证明他这个动作 没有白费 毛里将花瓶内部的屋子 展示给他的人看 这是凶手放凶器后 留下来的血迹 但九条其出 即使证明了血迹是死者的 也没有办法证明凶手不是严松 而且凶手为什么 把凶器放在花瓶里 直接带走不是更好吗 毛里回来的很勉强 那是因为凶手 不想把血迹弄到衣服上 然后严松被抓的时候 身上已经沾了不少血迹 毛里被九条困住 置之乌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情况下再不出手就不行了 柯南给毛里来了一针 他在法庭中央转了一个360度的圈 摇摇晃晃的 最后竟然还能准确坐在椅子上 柯南调好变身器 在众目不可悔之下 代替毛里揭开案子的真相 被害人被杀的时间 是在严松潜入之前 那时候家政赴袁信惠 在二楼打倒房间 正是启动吸尘器的时候 与此同时 被害人被真正的凶手杀害 然后凶手把画取下来 拿走了原本放在画框里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 丑手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当时应该非常慌张 画的方向都没注意就画上去了 这个时候想偷借去的严松进来 他发现了石渊的尸体 因为不小心踩到地上的血 摔了一跤 被花瓶砸中 最后慌不择路地跑了 然后进来的就是袁信惠 他看到石渊打来的血泡里 吓了大叫 而凶手趁机向凶器晃进花瓶里 假装刚到线上 还问袁信惠出了什么事 所以紧跟在袁信惠身后出现的 总也才是真正的凶手 当时发现尸体时 总也故意触摸尸体 是为了混淆杀人时沾上的血迹 然后总也叫袁信惠叫救护车 趁这个时间 偷偷将花瓶带出书房 放回垃圾回收处 饭食手套也一并藏在花瓶里 最后等检查完成现场勘查和询问 他从花瓶里拿出凶器和手套 终也以为花瓶会在第二天被回收 这样证据就能被消灭了 但是由于那天不回收不可燃烧垃圾 花瓶就被留在垃圾回收处 最后被袁信惠带回家 再加上第一次庭审的时候 没有吊掉凶器 飞音里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 不足以给严松定罪 当时了解这个情况后 终也就把刀丢在公园湖泼的排水口 故意让人发现 这一切暂且只是科兰的推测 不足以指任庄宴 但飞音里早要调查了庄宴 担任专屋的庄宴因挪用公款被揭发 有人看到他曾与词员发生过口角 但这一点只能说明有了动机 而且花瓶上也没有找到庄宴的指纹 他在发案过程中应该都戴了手套 但是当他从花瓶里拿出凶器和手套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戴手套的 当时手套在花瓶里 但拿出来肯定要用自己的手 很难尝试在花瓶内侧收集指纹 果然找到了粘鞋的指纹 想必是忠也在拿刀和手套的时候 手沾到了血流下的 但那个时候忠也为了尽快离开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接下来飞音里就申请了对花瓶指纹的鉴定 检察官表示没有异议 证据面前忠也抵赖不了 形态很快就崩了 他交代了杀死石垣的原因 石垣与忠也挪用公款为借口 把忠也去世姐姐留给他的土地所有权证书抢走 世上唯一的姐姐已经离世 而挪用公款被抓 忠也丢了工作 连土地也没了 他就失去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本 案发那天 忠也称石垣不在家 去石垣家偷土地所有权书 石垣夫人曾经和忠也提到过那幅画的秘密 但还没等他把画取下来 石垣就回家了 忠也被石垣抓个正着 两个人因此起了争执 最终石垣的刻薄贪婪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好了今天的案子在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评论收藏走一波呀 我们不见不散了